古代皇帝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虽然他的后宫家力众多 但每一位嫔妃的进宫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 首先 这些女子会经过层层筛选 挑选出那些既有颜值又有才华的家力 但仅仅是这些还不够 在古代 每一位想要进宫的女子 除了要有出众的外貌和才艺 还必须要经过严格的体检 这一环节通常有老太监主持 以确保这些女子健康并没有身体上的瑕疵 但最为关键的还是得靠运气 很多时候 即便是那些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美女 也可能因为某次偶然的巧合 或是被某位全臣看中从而得以飞上之头 而在整个选飞过程中 老太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不仅掌握着选拔的权利 更有时会对这些女子肆无忌惮地开由 这些无权无视的女子往往只能任其百步 古代的宫廷文化十分复杂 对于希望成为皇帝嫔妃的女子来说 单凭美貌是远远不够的 要想从众多秀女中脱颖而出 必须经历一系列的选拔环节 选妃的过程往往首先考察的是秀女们的家世背景 大部分时候皇帝挑选的新妃大都出自权贵家族 这背后有着双重原因 首先他们的家世高贵 被认为更适宜成为皇帝的伴侣 其次透过选妃这种方式 皇帝可以进一步连结权贵家族 确保他们的支援和忠诚 例如在清朝皇帝在选拔妃子时 首要条件就是他们必须出自满洲八旗 当然在历史长河中也存在因其绝世容颜 而改变命运的女子 赵飞燕和赵和德是出身平凡的姐妹 但她们的美貌深得汉城帝的喜爱 成为了皇后和贵人 又比如包四 虽然她只是因为美貌而得到了周幽王的宠爱 但也因此演绎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展现了美貌的威力 但这类的例子终究属于少数 不能作为常态看待 即便秀女有着出色的家世 这并不意味她们在宫中的路就会一帆风顺 皇宫是一个复杂的地方 充满了权谋和竞争 每一位进入宫廷的女子 都必须面对接下来的更多挑战 其次更重要的是秀女们的品性在古代 对于女性的要求通常都沉浸于一种厚重的文化观念中 其中最显著的就是那四个字 三从四德 在那时的社会背景下 女性的言行被视作家庭的荣辱标志 何况皇后和妃子更是天下女子的楷模 如果选择了行为不端的女子成为妃子 不但皇帝需要面对日常的困扰 更可能会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 那么在家世和品行这两大考验之后 秀女们还需要面对哪些挑战呢 要想成为皇帝的妃子 难度之大就像是过五官斩六将 即使你有一个显赫的家世拥有无可挑剔的品德 那还远远不够 选妃的过程中秀女们的每一步 都要经受严格的筛选和考验 成为皇帝妃子的第三官 自身条件无论古今 容颜始终是人们评价女性的首要条件之一 皇帝作为天下之主 自然希望妃子美丽出众 然而容貌并非决定一切的标准 在选择皇帝的妃子时 除了容貌 身材也是重要的考量标准 身高 肩宽 腰臀比例 甚至每一根手指 都有严格的规定 而更为严格的是 秀女们还要透过声音的检测 她们的嗓音必须清脆悦耳 与皇帝相伴的每一天 都要给皇帝带来愉悦 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 秀女们需要经过一次 非常严格的身体检查 这不仅仅是对她们身体健康的一个考察 更多的是要确保她们的身体 没有任何瑕疵 这种检查往往让秀女们 感到极大的羞涩 因为这意味着 她们要在宫中的宦官和摩摩面前裸露身体 任何一个小小的疤痕 胎记或者身体上的其他瑕疵 都可能成为秀女们进宫的绊脚石 这种筛选 严苛到每一寸皮肤 每一缕头发 隐私部位的检查 古代宫廷的选飞过程 对于秀女们来说 不仅是一场尊严的挑战 更是一次心灵的煎熬 尽管太监在宫中无法生育 但当她们身为宫廷官员 对秀女们进行全身检查 这无疑是对这些年轻女子隐私的极大侵犯 想象一下 一个年轻的女子在陌生的环境中 被迫裸身 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被丈量 观察 触控 这种经历绝对是让她们难以忍受的 汉杂密心中就有对东汉环帝选皇后的详细记载 环帝心仪大将军粮商的女儿梁盈 但在正式进宫之前 女官被派去梁府进行考核 梁盈被迫裸身行走 不仅如此 每一个身体细节 每一个部位的尺寸都被仔细记录下来 尽管梁盈出身名门 有着出色的教养 但在那一刻她却难以掩饰内心的羞愧与不安 可以说 古代皇帝选妃不仅仅是对秀女们外貌和身体的考核 更多的是对她们心灵的挑战 尽管经历了如此严苛的过程 在当时能够成为皇帝妃子 无疑是对她们的最高荣誉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